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望向快步》 今天节目的日子是2019年8月31号 这里有我纽西兰的《尼德台洋》 另外也有在纽西兰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节目之前刚听的话 有三样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做的就是 订阅、点赞和分享 继续壮大中间模式的力量 和宣扬理性和平的声音 好,这一节又讲一些要认定我们的立场 因为刚才今天早晨那一节 看到有些人批评我们 不是批评,我觉得有些是近乎污蔑的 其实昨天的节目开始已经有了 没错的,我们长期都是说一定要 要严正执法 就是支持警察严正执法 但是 还有警察严正执法的同时 政府要有为民纾困的措施 这个从来都是我们的观点 一手软一手硬 我们的立场是 就是软硬兼施,从来都是这样的 好了,现在政府听了一边 那就纯粹做硬的一边 表面看起来是硬的一边 但是实际上都不是硬的,我们看到就是 因为黄之锋都放回了,要先说明一件事 保释了 其实放了,保释了 还有条件是可以给他去外国开会的 其实他可以出境,离开香港的境 离开香港特区的边境 他又不会上国内的,他肯定是出国的了 如果他离开香港就 是 那情况就是 有些人批评,我们应该读一下留言 刚才你提议 不如你先读一下 因为 那个思维 我觉得要厘清的 就是 有很多人 看到现在开始抓人 不断用一些党八股 来说整件事 还有他的党八股比胡锡进更加尊业 或者更加有权威性 就是他们认为 有些人在我们留言 我觉得他们自己觉得比胡锡进更加有权威性 我们可以读一读留言 我们会回应一下 但是我不是想搏弃 其实这个节目我们从来都很少删留言 如果不是严重侮辱主持人 或者严重侮辱其他听众 我们留言是不删的 我们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没错 和疑不同 和疑不同 和绝对尊重言论自由 大家不同立场没有问题 大家摊出来讨论一下 健康是正常的 不像其他人 看到不对就立刻删除了 或者立刻封了人 我们绝对非常少做 除非他的言论真的没有犯到其他网友 那我们就会说一下 或者拿出来批评 那好吧 台湘你先说 我先说第一个 一个叫Chi O NGO 我不太懂得读 他说 望向台的揣差 真是多疑虑 部分基于外国共产党的立场 现今中国说外国共产党 共产完全有不同思想 以完全褪变成本地化 再没有国际共产主义 胡锡进只是做给台湾人看 不适宜 于香港的局势 由中国政府去解决 不要再指台 发放自己的忧心 而忧心 废话 其实听回 之前的节目可以听回 我们的疑虑 其实有一部分已经成真的 就是你这个黄之锋 其实你正常来说 之前的经验就是 一定扣他48小时的 但是不够10个小时就放了 基本上保释了 那你是不是要想清楚 究竟是不是 就是现在做这些事的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 就是在帮助中国 或者在帮助香港 其实香港和中国的利益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致的 大家都要赚钱 我认为 是啊 大部分人都是赚钱 养家 做这些事的 是啊 那 国家 与国家之间 也是 讲过钱字 其实 美国佬有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讲过钱字 就是 他当然现在 快要被中国超越 他们当然是不高兴 这个有这个成分 但是 这个有这个成分 但是 美国在有些东西上面 仍然是 领先中国很多 好像那些高科技那些东西 如果真是中国和美国敌对 其实就非常的惨 两败俱伤 都 打到 雙方都头不压裂 那可能最后 end up 还会是 美国佔有 稍有的上风 如果真是全面的开战的话 是啊 是啊 而且又说 他说要给中国政府的解决是错的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香港 其实他仍然有 他一国两制的价值 这个 《环球时报》都讲过了 你如果觉得你自己 说的东西 是比《环球时报》更加权威 你可以坐下 跟胡锡进谈的 是啊 微信他 微博他 他有微博可以说的 他会回答你的 很有趣的 我们说下一个 其实有些人想说 他还说了一句 他回应了 他说 大我知休才是大智慧 中国政府知休才是十四亿人口的户口 非常不简单 车非常艰苦 这是真的 我们从来都是同意这件事 这个就是痴哥继续说 但问题就是 中国十四亿人的户口 和最大利益 就是利益最大化 香港这里是不可以出太大的乱子 就是他可以有得香港乱 有得香港难下去 但是 但是 作为一个输钱入中国大陆的窗口 香港仍然是有利用价值的 和国内的企业 如果要上市 有很多当然在国内现在可以上市 但是如果他 他是想要将自己的有毒资产卖出外面 他一定要在香港上市 其实可以看到 香港其实有几家上市公司 就是专是 专是 给人投资大陆的有毒资产的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你可以找回 是的 因为有毒资产 不是 有毒资产 不是 不可以卖的 这个世界 从来都可以卖 只要你将它卖给别人 就是外国的人 就可以了 那 香港就做到这件事 从来都可以做这件事 就是将国内的有毒资产 包装 美好它 有些美好有些不美好 包到一块 然后放它上市 一家公司这样给人投资 从来都是要这样 是的 具体我就不想说谁 但是其实我自己都因为投资在这些公司里面 损手烂脚 是有这些东西 他当然也批评了 也批评了一件事 其实现在我发现了有很多小粉红来我们留言 或者是用党八股 其实不是的 大家要厘清一件事就是 你讲党八股 是政治正确的 绝对政治正确 没问题的 但是 但是 你政治正确和现实是有距离的 我都经常说一句话 我昨天节目都有说过 前日节目已经有说过 对不起 是现实问题要务实处理 党八股 它是对 没错 政治是正确的 但是 你政治正确 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是 障碍多于帮助 有些人就说 Chandra Sonic 世界上的人 与人有所不同 一种人勇于接纳希望 另一种人质畏惧 希望到来 其实跟假的没有分别 其实香港紧急法 他说 他就说 香港紧急法 能让香港恢复和平的曙光 要相信香港特首 会为香港做出最好的选择 我告诉你 林郑都没有在香港行 没有人说过 说会做 是的 这一件事是吹出来的 我相信 他们政府内部有讨论过 有讨论过很正常 你在三眼门讨论 但是竟然有 竟然有 闭门会议的录音流出 就是何间 其实看我们出节目 其实半个小时之内 那个声带就出来了 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应该是那段时间 因为有些东西已经盖不了了 就是那些爆发出来的人 他们知道 他们被我们踢爆了 因为 这个世界不是他们那班 整到香港乱了的人 都说了事 这个世界是有正义的人 就是有正义心的人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情况 那 那个问题就是 有些人就说 其实很有趣的 香港 有个留言就说 香港只有防尸操动 香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胡锡进是谁 这一件事 可能是真的 但是呢 《环球时报》 是知道的 香港人是知道的 还有香港黄思那边 就当是一个笑话 但是 不是没有作用的 这份报纸 但是 当他说 一国一制不是时候 他拿出来说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 就是告诉你 中国里面 极支 极左 的思维 的思维 党八股的思维 已经被压制下去 所以现在这件事 不是 不是说 中国政府主导 要抓 那些 王之锋的那些人 不是啊 就是有些人是 完全捉错用神 我认为完全捉错用神 整件事 我认为 和平解决 始终都是最上最上的 最上的计策 不是说 要香港 真是陷港产 才对中国最有利 香港陷港产 对中国是 一些好处都没有 没错 其实 是 你说 有一点 看事情发生了这么久 那 其实 香港政府一直都坚持着一点 就是 依法 就是法治 所有东西都是 跟从法治去办事的 到今天都没有跨越这条界线的 那至于为什么 会昨天出现大手报 就是可能相信 我认为 就只是刚好 要有些 有些 刚好准备 每件案件的情报 齐了 刚好是这一天 做事而已 其实法治都还是 抓得很紧的 不会突然间 去抓人走的 或者是 亂捉人的 他是有证据的 做得慢 不过我们批评 从来都是做得慢 做得慢 也情有可原 我发现 你好像这两个月 所有警察出去防暴 谁去查案 慢了 慢了都合理 你也有道理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 支持警察严正执法 现在抓人是好事 但是不是没有暗庸 我们说的只是有暗庸 嗯 暗庸就是 好像昨天捉了这么多 可能会 吹谷得更多人 在这个周末上街 是 大家可以 其实今天就知道 我们说的 是不是应验 其实我们 绝大部分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应验了 其实如果 你 其实 拘捕了黄之锋 你玩他48小时 都是根据法治的 因为法治 就是可以抓他48小时 就是香港的规定就是 你可以不告他 放他在那个房子里面 你只是给他吃 给他水喝 给他吃 给他水喝 是不是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做 是不是 所以现在你看回 现在就是 有一帮人 不断宣扬一些 就是 就是 党八股 我认为 对整件事 一些帮助都没有 就是有些人 甚至在我们那里留言 就是说 你讲中国都是不对的 或者你讲 因为要讲内地 你讲中国这些字 是不对的 有人是这么说的 那还有一些 讲中国都不对啊 就是中国人 称呼中国做中国 但是你应该叫大陆 或者内地 不应该讲中国 有这样的建议 这些就是八股 还有有人说 就是有人说 你说香港是中主国是错的 香港没有中主国 因为香港从来都是中国一部分 而香港只是和上海和重庆一样的行政单位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 你讲的政治 你讲的是政治正确的 但是呢 现实上这件事情 就不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内地 就是其实2014年开始 就有很多文宣出来 不是文宣 sorry 是八肥书的那些出来 就是说 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那他将很多香港说得不对 政治不正确的说法修正了 就是比如中主国这个问题 中主国这个问题 曾经都有香港官员是说错了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为什么他会讲中主国 其实是有原因的 一个就是现实问题 一个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 没错 你可以用政治正确来 拼制一般人说话的方法 但是你不可以拼制那个现实 那个现实是不会因为 你讲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而改变的 所以你一定要务实处理现实的问题 现在香港的情况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要务实处理 是啊 很多人都是拿着一本 这个首位党八股的东西 说的一定是对的 不会错的 但是始终都是要实事求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邓公说的这个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你要看看香港现实实的情况是什么 不要只是给某些 就是怎么说 某些人士主导了整个 舆论 有些人是很想主导整个鱼梁的 就是我们说的那些 其实已经很温和 还有是会争取到一些 淺亡的人的转向的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例子的 就是我听我们的节目 而离开这些部门 是有这些例子的 有这些现实的例子 有有啊 有啊有啊 有些 也有些网友订了我们 是不少啊 可以说 是啊 最初还说 就是说有些网友 直接偏向他说他有上界 现在的事情发生到 已经怕了 不再支持了 那么这不就是好事了 有什么问题呢 你争取一些淺亡的人 即是抓拢太多些 而再去靠中间的 那整件事是好的 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应该先护了基本盘 我们会越来越少人支持 其实我不介意没有一部分的人听我们 我是不介意的 我想做的事其实就是壮大中间 主要中间的力量 无论是浅男浅王 如果可以容得下我们的声音你就听 如果你容不下你可以不听 如果你觉得我们讲的是废话 你可以不听的 其实没所谓 没有人逼你听 从来都没有人逼你听节目 我们讲的就是你宣扬这一套 我们讲的这一套 你可以令到浅王那边的人转向 这个是事实来的 是有很多例子 我们有很多成功例子 其实有很多教书先生 本来是很同情的学生出去冲的 但是现在他改变了 他走到前线扯回学生 这些例子是不声回举的 我要跟大家讲的 不是有些人认为 我们讲蓝丝那套才是 这个基本盘 没错 我们有很多听众 是比较天赖 人家不接手 那你不停推这个最极端 最极男 最爱国的说话 是没用的 是没用的 因为你不可以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 你不可以把黄丝那边的人完全杀光 没有可能的 你一定要令到他们 离间他们 你可以说离间 或者分开他们 分开他们 我之前用一个 就是离间 这一件事 其实可能不是真的离间 是你可以分成浅王 和心王 和支持暴力 和不支持暴力 我们 我们 也都可以分成同情暴力 和不同情暴力 有些人是同情暴力的 但是他们反对暴力 其实很有趣的 其实整件事是很复杂的 我们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某程度上 是社会工作 你们帮我们分享出去 也是社会工作 我其实有时做到很有情绪 是有原因的 因为太多人讲党八股 太多人做的事 是阻碍当于实际帮助 其实你看一下 现在 你如果看看 其实中国放出来 就是中央放出来的资料 其实就是香港要解决香港的问题 自己解决 中央会是一个强力的后盾 但是非必要是中央不会出手 这个事情我们说过很多很多次 但是有些人 我不知道是黄丝扮蓝丝 来搞乱 还是什么 他不断说 一定要说 最深蓝的一套 但是我觉得是假的 因为有很多人 本身 深蓝那套 即是深蓝的人 他们都对这些东西 根本是一知半解 甚至是党八股他们都不会说 我认识的是深蓝的人 他们只是说我就是反对暴力 坚实反对暴力 你们这群蟑螂死了 我就很开心 其实他们最深蓝的人 也都不会走过来踩场很少 其实 为什么我们做这个标题 会留意到有这么多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是 看到什么留言 是相互分享 和相互去看 究竟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 有些人会提出一些讯息 我们会回覆的 绝大部分都会回覆的 还有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连一些隐忧都不准在我们 在这个节目里说 那其实我们应该是否要收声呢 如果我们看到 现在这样的走向是有问题 是否不应该出来说呢 我想他们不想听 可能就是现实的 现实有时候都挺残酷的 那我们有时候 就是找到一些位置 找到一些东西 可能就是 觉得 就是听起来不舒服 但是 大家都要尝试去理解 认为 如果你什么都不听 只是听最好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 和演绎道理 就是 什么都不问世事 都没有什么分别的 你肯定要 所有东西 有正面有反面 那你一定要在两面之间 找一个平衡点出来 我们就是在找一个平衡点出来 为什么要撞大中间的力量呢 就是要大家平衡 要平衡 要平衡 和香港 是一定要 因为香港是一个 主要是比较 就是那个 运作的方式 始终都是和西方相类似 你不可以把中国的那套 把香港放下来 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就是我可以很坦白的 跟大家说 有很多人说一国一制 胡锡进 《环球时报》 确认了一个事实就是 未是时机 这个 亦都是中央的口径 我绝对相信 他说得对 是坚持一国两制的 这个没错 还有我们说的东西 从来都没有说一国一制 有些人会宁愿一国一制 我们经常都这么说 但我们从来都觉得 一种气话多 想宁愿一国一制的人 因为你看到今天发展这么乱 哎呀算了 一个就是算了 只不过是气话 香港 因为香港其实有很多行业 譬如金融行业 其实是一定要一国两制才有得做 譬如 也都是为一国两制 才可以为中国 发挥作用 譬如将那些有毒资产 卖出去外面 这个是认真的 很认真地说 国内是有有毒资产 也都是有包装来香港上市 刚才我们说过 如果这个功能 香港这个功能没有了的话 其实是有问题的 其实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好的 不只是有毒资产的 其实有一些正常的集资上市 在香港做的 容易吸引外国的资金 其实有一样东西 你看一下小米那些 都是香港上市的 小米、美团那些都是香港上市的 美团是不是呢 没有记错 美团好像是 那其实 这些公司本来都是虚钱的 它最好的方法就是 在外国乘些钱去做 内地要做的东西 这个是 香港从来给到内地的好处 也都是因为 国内有政策 就是中国有政策优惠 才会给到香港有这个特殊的地位 去做这些生意 那大家 其实应该一团和气 去赚钱 努力拼经济 是吧 我们从来都说 绝对 为什么这次会讲长一点 没所谓的 因为我觉得 你起码都要认清一个事实 就是 现在 政治 是经常在人家的生活上会出现 有很多人逼你说政治 但是正常的人 是应该 我认为 政治占很少很少的生活 就是生活里面的很少很少 最大最需要做的东西 就是 追求美好的生活 和包容其他不同人 即不同意见的人 就不要说说废话 其实没意思的 我觉得 还有有一样东西 我们讲的有两句 中立模式 不是飘忽 不是说 不是长头草 不是长头草 我们有很坚决的立场 就是 第一回归法治 这一样东西 我们讲了很久 你不可以把我们讲的东西断章取移 还有一个理性的声音 理性的声音 理性的人 就是追求自己有美好的生活 是不是 不是追求 那些暴徒可以脱离 可以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这些我们讲过的 就是 如果你现在来批评我们 因为我们的意见跟你不完全一样 那有时候我都帮不了你 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 人和人之间永远都有不同的意见 刚才我们这个节目 和我的意见都不一样 有很多意见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六个人的意见都不会一百百分之一样 但是我们做到的就是和而不同 对不对 其实我们想做得到的就是香港这个社会 会回归回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 而不是一个以政治斗争 为主要生活的地方 就是好像文革那样 你政治会抓上你 虽然你不想理政治 我是认为香港是一个 应该要是一个地方 就是理不理政治都OK的地方 以前也是这样的 以前也是这样 回回头 大家马照跑舞照跳 就快乐了 怎么这么多政治呢 最后我又想再和一些来批评 不止批评 就是污蔑我们的人 你问一问你自己 你能不能做得到和而不同 就是他们要问清楚 就问一问他自己 如果你和而不同都做不到 其他事情 就是说你是只不过一个 有你说没有人说的人 还有有一件事就是大家都要妥协 我认为 这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没有可能 杀尽和你政见不一样的人 所以一定要妥协 比如举个例子 又举回我们的民意调查 就是赞不赞成投资 赞不赞成政府派钱的民意调查 赞成政府派钱的人占了50天 不赞成的占49 难道那51%的人可以斩死那49%的人 不行就是了 所以就是说 一定是要找一些方法 是大家都可以大致上是同意 怎样做 这样社会向前走 就是好像国内那种做法 就是国内当然有些人说不是 是独裁 其实国内不是的 国内有很多情况下 就是民意是得到政府的关顾 或者关注不是关顾的话 那现在香港都应该向类似的方向走 那你要向类似的方向走 就要最大公约数做大它 就是这个中间力量做大它 如果不是香港是走不了的 是不可以向前走的 我认为 这一段时间差不多了好像 是啊 都走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